不当的变换车道 酿成了四车的追撞事故 今天上午10点多 一辆连结车行驶在国道3号 新竹宝山路段时 疑似变换车道没有抓准安全距离 追撞前方轿车之后 导致轿车冲向了中线车道 跟一辆货柜车发生了碰撞 最后就连货柜车也失控 偏移到了内线车道 撞上第四辆车 整起事故一共造成了三个人受伤 还有人因为受困在变形的车体内 不过呢 所幸警销道场立刻将人送医 并没有大碍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黑色轿车严重凹陷变形 刚脱困的女子在旁痛苦哀嚎 因为还有人受困车内 轿车被夹在货柜车和中央分割岛间 几乎面目全非 警销道场赶紧确认受困者位置 今天低一点没关系 可以可以 你慢慢来 费了一番功夫出动破坏器材 终于将人救出 15号上午将近10点半 国道3号新竹宝山路段 发生四车追撞事故 当时一辆外侧车道的连接车 变换车道时 疑似没抓准距离 追撞前方轿车后 轿车失控载转中线的货柜车 最后货柜车也向左偏移 撞上内侧车道的第四辆车 导致这辆车严重变形 驾驶和乘客共三人 也因此受伤受困 事故造成第一车驾驶 及乘客共三人受伤 一日新竹 送新竹马街医院诊治 首席警销及时救援 三名伤者送离之后 都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开车上路变坏车道 还是要小心再小心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徐之谦 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